習近平是送別普京 因為普京要去哈爾濱 就跟他做了一個擁抱 這個動作 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政治分析家 叫McGregor 他說這個不只是在表現 雙方政治友誼的親密 因為事實上已經見過四十幾次 他說更表示對美國的不屑 他用的詞是distempt 就是說你布林肯特別跑到中國 警告我不要靠俄羅斯太近 我偏偏就要跟他擁抱給你看 因為兩個都是有獨立主張的大國 在一起又怎麼樣 有國家的意義 事實上他那個 他們那個聲明長達一萬兩千次 大概就已經表述了 事實上中國大陸用的詞叫新時代 事實上這次的關鍵詞叫新時代 那我也有看到 好像是BBC吧 他就把這個概念講出來了 叫New Europe 我覺得他有看到這個重點 那很多英語系的媒體 尤其是美國的啦 就基本上就是認為說 要阻止中國跟俄羅斯的這個經貿 或者是我們廣義講叫軍工零配件的供應 那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那第二個就是 認為這兩個人聯手在軍事啦 還有未來全方位的國際規則的重新調整 讓西方感到憂慮 他們用的詞大概都是憂慮啦 或者我還看到一個詞叫Rattle 弄得你嘎嘎響這樣 反正你就是不舒服啦 那當然美國 那個是政治的啦 不是媒體啦 媒體至少還會 公公就現實來分析 那美國政界 就直接跟中國警告說 你跟俄羅斯太好 你不要想要左右逢源啦 就是你不要以為說跟俄羅斯好 這個歐洲這一塊你也可以 我覺得他這個話也講得太快了 應該是不可能跟美國好都是真的啦 可是跟歐洲很難講 法國 德國 西班牙 義大利 美國就是太高估 他跟歐洲能夠抓得多緊 這樣歐洲當然 當然對俄羅斯 俄羅斯戰爭是很有意見 沒有錯 可是他 因為中國大陸 並沒有真正介入啊 中國大陸只是跟俄羅斯做貿易 那兩用的產品 俄羅斯當然會挪而為軍用嘛 你怎麼阻止 你歐洲人也不可能阻止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歐洲人只是 比較獨立自主在看這個問題啦 那當然它是北約的影響 所以會比較偏美國那一邊啦 可是並不是完全一樣啦 那我覺得大概這一次的中俄的聯合聲明 就把他們未來認為新時代的國際的政治 經濟秩序大概都講過了啦 那你也看到很多地緣政治 俄羅斯等於就是解封了啦 他不對中國做限制啦 事實上這個是從那個中亞 那個中極烏鐵路 那是指中亞那一邊 那現在又輪到亞洲這一邊 對 遠東啦 包括蒙古 包括北朝鮮 這個事實上傳統都是俄羅斯的地盤 那還有北極航道 對 這傳統也是俄羅斯的地盤 那我認為 俄羅斯大概就是要 全部解禁了啦 所以 事實上這個蒙古跟 朝鮮都沒有派代表在現場 我就替他講了 就直接派代表他們了 表示他回去會搞定 對 坦白講啦 那個 那個西伯利亞二號 真的經過蒙古是最近的啦 這實在是沒有辦法 地理上的位置就是這樣 可是因為蒙古近了有925公里 所以中國大陸會有點擔心嘛 因為蒙古跟中國曾經有很長的時間 非常不好 其實最近的時候蒙古也想要在兩國之間 想要取平衡 還把Kirk Campbell找到蒙古去訪問 就是有一點他在玩這個 可是這個就是太幻想了啦 你說蒙古幻想 蒙古你跟美國結盟你能幹嘛 他被鎖在那邊怎麼幹嘛 你是內陸國嘛 對啊 你東西做出來你也出不去 你不是經過中亞出去歐洲就是 一定要經過 中國或俄羅斯的海港 對 沒錯 你基本上出不去嘛 所以我認為俄羅斯應該 是會介入這個事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朝鮮 因為我們講那個圖門江流域 坦白講 那很重要 韓戰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蘇聯啊 他蓋了一個圖門江大橋 沒錯 可是他故意蓋的很低 對 只有6.5米 大陸傳過不去 坦白講長期也沒有做蘇峻 那個江很淺 所以你如果要開放圖門江流域 未來可以作為出海口 那勢必要中國的基建大隊進入 我認為這個事會成 會 因為 坦白講北韓也需要 經濟 所以中國大陸未來可能會有 這個 江面的拓生計畫 那個大橋的改建計畫等等 對 那就是整體都是一通了 是 那當然我還要繼續注意看 我覺得 俄羅斯他可能還是覺得說 一步一步來 比如說西伯利亞開發計畫 會進行 那海參委 除了內務港之後 可不可以變成出口港 這可能是下一階段的事 因為 這兩個國家的 互相的禁忌真的蠻多的 尤其是俄羅斯 俄羅斯對中國真的警戒蠻多的 那你現在就看到 我認為這個聲明就是全面打通了 那包括北極航道 也雙方都講了要成立 北極航道共同的合作委員會 對啊 那你也看到中國大陸也表態 支持俄羅斯金莊會議 今年召開 沒錯 非美元支付等等 對啊 那個機制要建立 所以我認為 然後這個 當然那個全球的政治觀點 他就不用敘說了啦 對中國那個三大倡議 我認為俄羅斯都是支持的 那更不尋常的是 對台灣的表述 而且講很前面就 這是我是按照順序講的 他是直接講到最前面 講到最前面 對啊 所以就是對中國核心利益的 表態了 這個不只是表態啦 這叫徹底表態啦 因為很少 掏心掏肺 很少主要國家 會把台灣問題表述到這個程度 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對啊 目前確實就是 越來越多跟中國友好的國家 會提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會提到反對任何形勢的台獨力量 可是表述到這個程度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第一次見到 第一次見到 尤其是這麼重要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他 知道他有求於中國啦 因為不准 不但不准 不但是那個穩住中俄貿易 那需要中國的科技投資 民生工業用品的投資跟出口 這個都是需要中國協助啦 所以他也要帶來善意嘛 那善意就是 他把過去的警戒的禁區 全部都打開了 亞洲方面 而且這個地緣政治的打開 不只是他自己 也把蒙古跟朝鮮也打開了 然後也帶來了 他對中國的核心利益的尊重 我覺得大概就是這樣 想說 我們應該互相不要有懷疑了啦 我們就是要大步走了 大概是這個意思啦 是 其實以前我們都知道 在蘇聯跟中國大陸 的確有很多恩恩怨怨 從你的鐵軌就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要擋中國大陸的發展嘛 所以切姐你怎麼看 因為這真的很重要 包括中國大陸很多的地方 我們不斷提醒說中國大陸 很多比較落後一點點的地方 比如說東北這個塊 真的有很大的一個發展前景 牛泰情說有五大亮點 第一個圖門江水域 它有出海口的問題 吉林離大海很近 但是很近卻沒有出海口 真的是中國人痛 所以圖門江出海口解決了 共同開發黑沙子島 黑沙子島由這三個組而成的 銀龍島 黑沙子島 還有明月島這三個島 然後現在劃分一半 一半是俄羅斯 一半是中國大陸 這邊是中國大陸 這邊是俄羅斯 但現在共同開發 那真的是友誼之島 第三個一起打通北極航道 還有一起要來紀念的是 隆重紀念二戰勝利 反包括了日本這些相關的問題 還有包括核戰是打不贏 這五大亮點 我從另外一個地方來補充 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它的雙邊的影響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重大 那麼嘉遠也特別說了 像東北老工業區 還有像岩邊那裡 在渾村口岸 那個地方都是長期非常落後的 相對於中國大陸其他部分 所以這些部分 當你把中 盟 惡 潮 這四個地方都把它打通了 再加上將來還有北方航道 就是北極航道的 這個未來的規劃的話 那麼你看到的就是能源互通 糧食互通 資源互通 然後高度的用貿易來互補的 一個非常龐大的經濟體 而這個經濟體中間有兩個非常落後的地方 除了中國大陸的東北老工業區 跟渾村這個沿邊地區以外呢 一個就是蒙古國 一個是朝鮮 所以說如果真的把這一塊都連在一起的話 會有兩個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直接受賄 也就很清楚的來表達現在這種新的結盟 它是用一種新的方式 我常常說叫做地緣經濟 geoeconomic的方式來取代以前 都是用軍事安全的方式的那種政治 就是地緣政治的那種概念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一次 很多人都認為它是New Era 剛才亮哥也特別講就新時代 那這新時代可能就是 他們要重新去檢討戰後 就是二戰之後 這幾十年來擁有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 那這個國際體系一開頭是在多邊主義的大原則之下 一直到了WTO 大家全部都進入一個沒有關稅壁壘 也沒有非關稅壁壘 大家都可以互相來往 一起攜手發展的那個世界呢 這個世界在2000年以後 尤其是在美國911之後 其實就一系就翻覆了 改變的非常多 那我們又再看到09年的美國的次貸風暴 19年到22年的大量的印美元放水 你可以變成說美國這個 以它為龍頭的這個體系呢 其實遙遙可為的時候 當中俄把它連在一起 我覺得第一個他們在講的是說 要重新去檢討在二戰之後的那個秩序 那那二戰秩序中間最重要的幾個部分 可以把它拿起來 拿起來了以後 我們用地緣經濟的角度重新去檢討它 我就簡單的約略的講幾個 一個就是說在剛才講的這10點中間 你可以看到它變成了一個 在能源糧食跟資源上面呢 都可以互補的一個非常龐大的板塊 那當然能源糧食跟資源互補呢 都是傳統上做戰略戰術 就是軍事戰略的人都說一定要有的 那加上了還有本幣互換以後的 一系列的預期未來的發展 從中俄的本幣一路到金磚幣 到未來可能的數位貨幣呢 就是在預備第四個 戰爭中間最關鍵的那個主導因素 就是美元 因為大家可能記得當年的蘇聯 不只是在政治上面做了調整 事實上那一段時候呢 它因為高度的通貨膨脹糧食稀缺 它事實上也是被經濟打垮的 它的崩解跟經濟有很多關係 那其中尤其是未來的美元的事件 高度的不穩定 那麼在中俄之間 雖然說才從2009年簽的第一個 雙邊清算協定 但是它後面有貨幣互換 雙邊清算就是兩邊做加減賬 貨幣互換是直接真的要互換 然後同時也設了中俄的經濟金融的聯盟 同時呢有互設分行 譬如說中國的公商銀行 到莫斯科去做分行 那這樣它可以做的東西就很多 有跨境融資資金清算 本幣交易 外匯交易 外幣現鈔跟電子銀行 因為我們通常在講這個 本幣交易的時候都把它講得太簡單 其實貿易受信是很複雜的 那中俄已經從2009年就一路走了 現在非常有經驗以外 那大家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手牽手的那種大的開發計畫 剛才特別講了三個很重要的亮點 一個圖門江 那邊還有一個在吉林的渾村口岸 在黑蝦子島 將來可能是另外一個中俄的口岸 因為中俄的貿易裡面 現在看起來就口岸是嚴重不足的 所以你就會有幾個在這個大區 剛才講的是中 蒙 鄂 潮 這四個區裡面呢 就會有一些新的口岸經濟的發展 最後當然是北方航線 我們台灣是叫海參威 大陸一直說海參崴 每次都說我們講錯了 那我們過去在課本上是用不同的方式念的 對 是不同念的 不管怎樣 無論是軍事或是商業 北方航道是越來越重要 而且大家如果看地球的話 你也知道 中俄 美 中間 能夠有最快的 無論是軍事或商業的連結 在海上的話一定是從北方走的 沒錯 那飛機當然也是大員航道 大家都知道 好 那這個東西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 我覺得我們至少看三樣式 他們這次也提了 第一個是上河組織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上河組織 在區域安全跟那種重要的 衝突的折衝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沒錯 那上河組織在1996年就已經開始 慢慢慢慢變成越來越有影響力的一個組織 第二個當然是金磚會議 那麼金磚的峰會 因為原來金磚是華爾街幻想出來的一個東西 但是從08年開始有真正的峰會的時候 它就越來越夯實 一直到最近都在討論貨融 金磚幣 或者自己的支付的機制 或者是貨幣橋 那麼再來就是 大家最近很少講的是中盟二 從2016年 其實三國就已經簽了 各種各樣未來發展的條約 所以如果中俄解決了蒙古拉進來 加上朝鮮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 就中國東北開始那個大的地塊 這個地塊將來的發展 也就是無可限量 所以我覺得不光是兩國的關係在這裡展現了 事實上它就是把地緣政治跟地緣經濟的這些因素 把它混合起來 再提供一個我們可以想見的新世界 New Era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捷控 好朋友 我們來吃過 我們來吃過 2個月的節日 好朋友 你吃過 我的天啊 這下